廣州市第二屆智慧教育成果展 今天在廣東廣亞中學開幕 超過50家教育信息化企業 在現場展示了智慧課堂、人工智能教育 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教育信息化應用場景 余勇報導 這家企業帶來一枝神奇的筆 在紙上書寫的內容可以直接演示到屏幕上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收集全班學生答題的情況 形成布表、供農師分析學程 可以得到一個學習的情況 那老師就可以重點地對這堂課的教學重點 教學難點進行深入的一個講解 與傳統的智慧平板相比 這套系統不單止不用擔心屏幕影響學生視力 而且價格亦比智慧平板便宜很多 吸引在一些校長的關注 農村學校和市區的學校 智慧教人應該要有區別對待 那怎麼辦 就是用最少的錢甚至不花錢 辦去和高達上的學校的 差不多的效果 廣州共享課堂是廣州市教育局 統籌組織 全市教研教師和電教隊伍 和廣州廣播電視台合作創建的高品質線上課程資源 覆蓋從小學到高中的全學段全學科課程 目前已上線超過8000堂課 總訪問量超過20億人次 不單有力應對疫情期間 全市中小學生線上教學需求 更成為學校教研培訓的重要平台 部分小學的規模小 地域篇 區域不均衡的現象 比較突出 我們提出的基於廣州共享課堂應用的 雙師教學 是指以線上優質教師為師 探索區域教師專業提升的一種行動路徑 開幕式上 受課老師還圍繞廣州市中小學 教育質量綜合評價體系 人工智能以及智慧閱讀等項目 進行現場示範課展示 教育部專家對廣州 在智慧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績 表示讚賞 看到了這個技術平台 包括我們這個人工智能教育的平台 閱讀平台等等 這樣的一些大的詮釋性的平台 對於促進我們各個學段的學校 均衡優質的發展 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看到了我們這個廣州智慧教育 示範區的這樣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成果 廣州電視記者羽絨不道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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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